欢迎你收听今天的范瑞姐的异想事件 我们今天从上个礼拜开始 我们就每天每一次的这个节目当中都会有 在我们的YouTube上面的中广的官方的网站 以及Facebook上面的官方网站都有我们的这个直播 所以今天你会看到我穿了一件白色衣服 旁边做了一位素颜又美丽的女子 她叫我一定要告诉她 她完全可以 她说我们以前说天生丽质都是谎言 在这边请看到真实的版本 我们来掌声欢迎一下詹庆琳主播 谢谢范大哥自己鼓掌 没有你知道她的声音太特殊了 大家我们是我们都不能讲 我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都看到 我们是从小都听她声音长大的 从小是我从小看你的广告 都一样我们要逼死逼死 你看你主播台上做了几年 主播做了二十年 二十年 是不是 你听一个人声音听二十年 你说是不是穿透人心 不过也不一定了 后来新闻台这么多人家也不一定看过 没有没有没有 你要讲詹庆琳那是不能 那个年代的主播都非常有 有那个范儿 谢谢你 因为他们真的是千宗选一万宗选一 不好意思 对对 你小时候就是自证枪圆小孩 是 对不对 对 你看他那个口音 真的喜欢 可是他自诈杠 本心人对吗 对对对 谢谢老师 小时候让我去参加演讲比赛 是老师吗 老师觉得你还不错 演讲比赛你来吧 但是虽然不错 还是需要加以训练 所以就把我正音成现在这个模样 对对对对 所以你有没有被一度误会你是外省 大部分 大部分 再加上名字啦 因为台湾人比较会少取庆琳这样的名字 对 因为就是好像宋美玲 宋庆琳 宋庆琳对不对 所以我以前有个外号 在TVBS外号叫国母 这个我对于詹庆琳啊 这个主播呢 我对他我深深最大的敬佩 就是这个名字谁取的 我祖母 你祖母是完全不管你小时候 你写这个字有多痛苦 真的 对不对 所以我度过惨淡的童年 是不是 真的 而且我觉得他写完考卷啊 写完这三个字就已经要交卷事情 对对对 写很久对不对 然后最你应该很 他应该很害怕是去罚你的名字 没有 我比较可怕的负面经验是 有一堂课要大家开始写自己的名字 每个人都写完了 我也写完我也交了 后来作业部交回来的时候 发回来的时候 大家都很开心 老师就在每个人的作业本上面打一个大大的勾 那我满心期待的打开的时候 那时候你几岁 我的是一个大大的差 你几岁 八岁吧 七岁 满心期待那个时候 对 大概七岁吧 幼稚园的时候 幼稚园大班吧 我记得 那么那是四岁五岁 总之我就被打一个大差 大差 对 为什么 因为我的零非常难写 它是年龄的零 所以它光是那个牙齿的齿 左半边 它就有四个人要在里面 写一个字要把三十二颗牙齿都写 真的真的 都被打落了 是不是 对对对 那小时候怎么度过的 那个时候真的很挫折 但是慢慢的当然也就好了 我记得 我那时候回家问我妈说 为什么 我的名字不叫做丁一呢 你已经姓詹了 对 那小时候哪懂啊 你已经姓詹了 詹已经够多了 对对对 下面就应该叫詹依依多好 对不对 有詹依依 詹依依对不对 多好了 对不对 对对对 对 羡慕 羡慕嘛 对啊 詹庆琳现在在做什么 他现在在做一个这个这个出书的作者 这本书真的 这个是不是真的是一个花了很多的时间做出来的一本书 他刚要求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因为我一旦说你书写的真好 他说要我讲八遍 对就是在这个小时里面至少要八遍起跳的 写的真好写的真好 真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啊 没关系你今天是素颜没关系贴什么都可以 是 对不对 好来 这本书叫导读台湾 是 对不对 他记录了16间 其实应该算17 16加1 因为后继还有一间 对还有一间 对对 后继还有一间 一共17间的台湾从北到南的书店 包括离岛 包括离岛 对不对 那 詹庆琳在后继里面这本书里面 我特别读到一句话 好不好 这个作者 他因为他常常把他自己的真实隐藏得很好 所以我们好好的读书 才会读到这个 是 我现在 林汤 原姐没有ray过 我告诉你 我现在问到问题 他是完全不知道 我要问到什么问题 是 我是一个知难 行也难的人 动作之前往往思虑多时 做几试来也不太利落 真的 你是吗 我是 其实我觉得新闻工作的训练 有一点点帮助我克服了这样的天性 就是如果不是新闻工作这么的密度这么高的话 我觉得我一定是一个活得很懒散的人 如果我要顺着我自己原来的性质的话 但是他逼迫我 比如说要跟时间赛跑 早上一定要什么时候起来 新闻一定要读完 要看完 对 主播干了20年 还指挥很多事情 是 就是我觉得我的节奏感 其实是被新闻工作给训练起来的 所以写书是被逼的 某种程度上这本书的完成是有一些外力的 那个外力 我很好奇那个外力是谁 应该说一出版社 一出版社 你为什么答应出版社 其实呢 这本书的缘起跟出版社没有关系 是跟我一本 是跟我现在在做的一个节目叫做名人书房 它是一个阅读节目有关 那名人书房做一做觉得要用名人来带出关于阅读的种种 本来是为了推广阅读 但是做了一两年之后 我的团队因为充满了一群积极奋发的人 他们就觉得节目不能够每一季都是一样的内容 我们除了名人之外 我们一定要在家很多的东西进去 好 那因为我是一个外景节目 我们因为常常在外景找适合的场地 于是就走访了很多的书店 不知道为什么油然而生对书店的好感 当然每个人在过去 因为我们的成长年代本来就是很喜欢书店的 原来现在的书店长这样子 原来现在的书店比以前我们想象的 或我们经历过的什么东方出版社 还有更有个性 都不一样 对我们就开始喜欢上了书店 于是就做了一个走书房的单元 我就去了很多的书店 去了很多书店之后 我心里面就觉得好可惜 因为你也知道电视 它是有局限的轻活短小 我总没有办法把一间 我觉得好精彩的书店 用三分钟把它讲得很精彩 受限于时间跟篇幅 于是我心里面有一点点的酝酿 我想要帮他们的故事记录的更完整 但这歌在心里 可是一点点对不对 就知难心也难 就放在我心里 搞得很久很久之后 跟出版 因为我前一本书写了我的中年笔记 邱夜落下之前 后来出版社说 这本书卖的不错 通常就是如果作家 要继续让人家觉得你畅销下去的话 那你中间相隔的时间不要很久 要不要再来一本 他这样说服你 对我好容易被说服 对不对 耳根很软 脑波很弱 然后我就觉得 对我也可以把这些书店的故事 那出版社非常好 他们就给了我一个非常完整的计划 那这个计划让我非常感动 所以他们就开始很努力的 push我做这件事 所以原起是那个节目没有错 但是真正能够成书 其实要真的很谢谢出版社的 17家 每一家都得走一趟 不止啦 至少嘛 对对走了好几趟 好几趟 然后跟他们聊 谈 对 一谈就是一下午 差不多 差不多 尤其像你讲话这种神情 我要是被你访问 我告诉你 我绝对不会让你走的 真的 一整天 一整天跟你聊天多舒服 聊到宵夜 然后聊聊聊 多舒服 聊聊聊 对不对 他说我吃饭 我带你去什么地方吃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你不要讲 有些书店的东西还真好吃 是 对不对 有时你也多聊多生产 你可以这样 这个时间这样耗下去是巨大的 然后还要回来把它整理 还要再写 对 其实我每次都设定说 我之前查资料 或我之前去走访探访的时候 这家书店规模不大 我觉得我应该三个小时就可以搞定 你知道后来我的摄影 到后来他都跟我说 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 你说两个小时 就是四个小时 你说四个小时 就是六个小时 对 因为你会聊到欲罢不能 你会很想去知道他的故事 可是我把它全程录音 因为也有录音 对 下来之后呢 我回来腾稿的时候 我基本上就像写一次论文一样 我几乎是逐自把重点自己把它腾出来的 就像在做那个执行研究一样 可是我那个过程虽然很好时 好像我又调回了当时 我跟那个店主聊的那个情形 我的feel都回来了 所以那个时间虽然占据了蛮多的 我的创作的时间 但他让我写起来的时候 比较快也比较利落 再重温一次 那天下午 对 而且重温那个心情 情境 那个 我们詹主播 是 我告诉你 我常常也要需要访问一些人 然后把他们的话解录下来 对 然后剪成一个 不是像你这么 长的一本书 我常常要做访谈 做什么东西 这样这样这样 你知道现在有一种工具 就是类似像一个录音笔 我们在访谈的时候 放在这边 讲完的话 讲完以后 立刻变成文字出来 这个我知道 但是我在那个过程当中 是因为我听到了这个段落之后 我大概知道我要怎么下动 所以我自己需要回到那个情境 我如果用那样的工具 它虽然很快速 但是它没有办法培养我的feel 这位主播 选择要面子也要理直 是不是 还要重温那时候的feel 对 好 所以我们今天呢 请到了我们张庆林主播 他除了现在是主持人 网络节目主持人 他有在电视播的 没人书房是网络跟电视都播的 那都有嘛 那你还在 这个也是在主持那个直播节目 现在还有吗 那个是不是直播 它是一个 我跟成品书店 还有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 OK 合作的一个新书导读 叫故事借阅所 OK 所以 他这样做的 除了他自己本身要做作者 然后呢 又出了这本书 所以我们今天要请他来 跟我们聊聊这几个书店当中 到底什么事让他 有几个 我刚 那个 我说我要今天跟你聊这几个书店 我先 很值得介绍给大家 来 我们直播继续 欢迎你回到凡人节意想世界 坐我旁边 在一起在直播上面 YouTube跟脸书上直播的就是 我们的可爱美丽 而且这个非常知难心以难的主播 张庆林 好不好 他说因为他其实是一个 什么懒散个性的人 我觉得 我觉得 你小时候你爸妈怎么看你 他们觉得我很懒散 你老二嘛 对啊 所以上面是被光环在罩着 当然 下面是被 我就跟传统的华人家庭里面 是个老二一样 而且很糟糕 是次女还不是老二 所以是绝对最不受光环的 次女啊 对 如果是老 第二个是女儿 第二个才生女儿就算了 对 原来上面已经有个姐姐 把所有的好处都拿走了 那当然 那你也乐得 没有 你也应该乐得没有 不要被人家叮吧 对啊 因为没有人会对我怀抱期待啊 是啊 是啊 所以你就可以活得很自在啊 上面是弟弟吗 是啊 哎呀 你说对不对 是不是很自由 所以当你有一点好事的时候 人家就哇 看不出来 原来你还有点浅密嘛 原来你讲话 是阵枪圆 参加了什么比赛 你当比赛 对不对 所以你当主播的那个时候 在家里面是有 或者某一个那个在新闻工作上 对了 我们家的确没有跟新闻界完全没有缘缘 可是我说你当了这个之后 而且常常在电视上出现 对所以就会让大家觉得 哇 原来你也可以啊 因为没有人曾经对你有过那样的期待嘛 就是你只要能够安安稳稳的 平稳的长大 度过一个安稳的人生 就可以了 你也是这样认为吗 我 是 我本来认为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人生 应该说上天对我还不错 然后谢谢TVBS成立 对不对 对 对 所以我们刚好在那个timing 那个差别很大 对 就可以在那样的一个时机点 供逢其时 我一直觉得 我每次看那个当年的那些明星 我觉得一个人就一个人的风范 一个人就一个人的美丽 我看当年的主播也是 一个人就一个人的特色 我现在看到所有人都是整外做出来的 这我可没说 我不敢讲 你不敢讲吗 我帮你讲 真的啊 统一面 统一庄 统一的样子 好明显啊 你就点头就好 对不对 不敢动 可是你看 那个时候就是 每一个人说 我说随便讲 我说李彦秋那个时候 那个样子 没有啦 以后没有啦 方念华也没有啦 对不对 那个什么琴 雅琴姐 对 没有啦 是不是 没有啦 后来没有这样的人来 嗯 但是人家 他们现在还是在一个 很重要的浪头上 是 你看陈文倩 对不对 没有啦 他们这种 那种呢 现在你真的没有看到什么样的 女生 连那个谁 那个谁 范琪斐 啊 琪斐 范琪斐 我们范家人啊 说的也是啊 你同中 对啊 我说没有了 对 都有特色 那个时候就 很有特色 对不起 可能是我 对各位听说 我没有 听说没有 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好不好 今天还是要回到张庆林 她的书店的这个之旅 对 这叫做这个导读台湾 是 好我们先从她最后一个书店往回讲 迪化街的一家新的老书店 对应该是说老建筑 一百年的老建筑 一百年的老建筑 郭义美商号 现在变成了郭义美书店 原来是商号 对 郭义美商号 我印象没错的话 1896年成立的 那成立的人叫做 1896年 成立的人叫做郭乌龙 龙是基隆的龙 他就是现在读书共和国的社长 郭崇星社长的阿公 他的爷爷 OK 那郭家后来 当然就辗转的都离开了迪化街 那社长当然也没有继续在做这样的生意 当然他是在出版社做的有声有色的 当他开始起心动念 在出版做到一个程度之后 他很想开实体书店 他告诉我有熟识的朋友告诉他 你的老家现在要出租 他跑回去看 他老家在出租 早就不是他家的产业 对 已经早就不是了 在社长36岁的那一年 他现在70几岁了 所以他等于搬离迪化界已经30几年了 在有人告诉他这个消息之后 他立刻跑回去看 他的足措要出租 其实他心里面是想要买下来的 但是人家业主并不肯卖 他就决定用租赁的方式 租下来开书店 他想要做的是 当然起心动念要开书店 是因为他认为书店才是真正跟读者接触的地方 而不是出版社去跟读者接触 出版社才是那样的一个桥梁 那他一直很有某种使命感 就是社长是个读书人 他说他70几岁了 他好担心 有一天他不在以后 台湾在也没有书店 每个70几岁都会有这种担心 好不好 他很担心 他过去曾经感受到的芬芳 在未来不再存在于我们的社区 不再存在我们的城市乡村里面 所以他就想要开始去广开书店 而就在他起心动念 在开始要做这件事的时候 怎么他的老家已经修复好了 而且那个修复其实不是很容易的 因为他是准古迹 他是100年前起造 那要按照那个古迹修 文化局 文化局的那个什么古迹什么修复法 对对 烦死了 那个很繁复的工程 所以他去租的时候 人家已经复归好了 已经弄完了 对 复归好了之后 所以你要进住书店 你租下来 但是你不能够钉墙 你不能打洞 你不能干嘛 那他应该是属于市府的资产 他是属于私人的 但是他有受到文化局的列管 列管 我懂了 所以不能钉钉子 不能改那个 什么都不能弄 对不对 要保持的原样 对 那当然他对那个地方 非常的有特殊情感 当然 我们当然可以理解 所以他找了你 没有 我知道了这件事 我在写这本书 我知道了这件事 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写郭义妹 OK 但是呢 就发生了一个惨剧 就是我讲的 他是准骨鸡 他发生什么惨剧 等一下我们会在直播的时候讲 那你如果听那个县长的话 今天跳过 好 好坏 发生惨剧 欢迎你回到凡人节的意想世界 这个刚刚我们张庆林主播告诉我们说 这一家书店叫做 郭乙美 郭乙美书店呢 他呢 在这个书要出的时候 这家书店还没有 对 还没有 还没有ready 还没有ready 所以我最后一次去拍的时候 他书正陆陆续续在上架 所以我们就会去拍已经好的部分 那当然店长他也非常的配合我们 他就尽量的让我 但是因为我的摄影一路以来 几个月他都在记录他 所以你才会在书里面看到 同一样的一个区域 可是他之前空旷的模样 跟现在已经摆了书的模样 你其他的16间书店都是做完了 你走进去去感受 对人家已经营运了一段时间了 这一间店是刚好就在生产的过程 对 而我在写书的过程中 他正在发声 那个郭老板 他做这件事情 看起来是他这一生很重要的一个记忆 非常啊 你去想想看 你的老家爷 这个是他爸爸的爷爷的产业 爷爷的产业 但是他们后来卖掉了 走掉了 再回来的时候 这已经被人家的房子了 但是他又被列管成古迹 所以就被逼得回到他记忆前以前的样子 你看看 而且我后来在写 因为我后来还是要找一些当时的资料 毕竟一百年前的事离我们太遥远了 我发现一个好 怎么说呢 美妙的历史的巧合 因为原来郭义美商行的这栋建筑物 因为它是2022年落成的 它的起造的时间刚好就是一百年前 1922年 那2022年他们国家的后人回到这里 而且当时国家不是只有现在的郭义美 包括他的隔壁 它是129号吗 它隔壁的131号就是有店面的 跟后面两栋洋房 等于是四栋 其实都是国家的 那现在郭义美书店的后洞的二楼 往后看过去的那个洋房的那个房间 就是郭社长以前的房间 他在那里住到36岁 那是完全记忆是完整的嘛 对 对不对 对 因为我问他什么时候 他说大概就是他结婚之后不久 36岁 那当然就是一栋一栋的就卖掉了 现在这四间都不属于国家的 而且不同的主人 对不同的主人 对 可是书店就在这里诞生了 对 而且书店的那一栋刚刚好就是当年的 郭义美商行起家 KiGetsu的那一栋 所以你看写一本书结了一个姻缘 你也帮那个人完成了一件 我觉得我自己收获更多耶 我觉得我得到很多感动 而且是第一手的在那个现场 跟那个主角的互动 那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因为我去的时候 他们还在上书嘛 都还在忙碌的过程当中 那我就约了社长在一楼聊天 那铁门是扮演着的 那其实呢 从他们开始施工开始 就好多那个迪化街的左邻右舍老邻居 没事就会来探头弹脑 说哎 这是要干什么 是要开书店啊 什么的 那当天我去 刚好又有人来探头弹脑 是一个看起来是七十几岁 他就突然不速之客就进来了 他就看到郭社长 原来他是附近另外一家商号 就是庄义方的后人 以前这个迪化街有三仙 包括郭义美亚 庄义方跟一和泰在内 他们三家可以决定台湾的国务价格 很可怕吧 很可怕 那那个那位庄先生 就是庄义方的后人 跟这个郭社长是同辈 他在窗外看到 我们在访问郭社长 他就因为他不想我们在访问 他就乱入 他进来他就很激动 他就握着那个郭社长的手 说听说你要回来开书店 当他讲台语 然后他就用台语跟郭上 社长说 看着你很好 你回来还好 你知道我当场在旁边 我竟然热泪盈眶 两个老先生 两个老先生这么讲 就是在那一刹那间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也许是恍如隔世吧 但七十几岁你看你们郭家 已经离开三十几年了 我家是一直守在这边 但我看到你回来了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 然后你现在在出版业界 做的有声有色的 那你把你的某种成就也好 说光荣也好 理想也好 你又带回来你这个老家 我又在这样的一个年纪 跟你重逢了 哇我那个时候 觉得七七七疙瘩 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这句话的意义就在这里 对不对 非常喜欢 对不对 兜了一大圈 兜了几十年 对 他最后 小郭你还是回来了 小郭变老郭了 对啊 他就来讲 小郭当年的小郭 你还是回来了 是是是 三十六岁走的时候 头发是黑的 身体是精壮的 对不对 雄心壮志的 是啊 也都不觉得家里的老家 被卖掉有什么好失去的 可能没有那种感觉 因为可能要搬到更好的房子 现代好的房子 也许有啦 但是我其实没有问到他这么内心的部分 对 是不是 家里老房子都是啊 因为那时候可能还不一定知道那个老房子的保存 那我们去迪化街从大概我想十年前开始 迪化街就一直在改变 是啊 大量的改变 这房子变成好多好多好多的那种那种模式 对我现在好喜欢迪化街 是不是 对 而且好多老外在里面住 还要搞戏曲的在里面住 对啊 还有文状的人在里面住 嗯 还有那种自以为烧咖啡烧的很好的人也在里面住 还有那个甜点跟草莓大福啊 对对对有有有都在那里 和果子都在这里住 是不是 然后反而是你很跳通的是 他还保有了当年有的人在卖的那个什么佛具啦 还卖一些什么龙具啦 卖一些什么粮子 可是你别说呀 我其实因为过亿美的关系 我变得很常走访迪化街 我才发现其实到那边采买南北货的人还是很多呀 是是是啊 所以我说他新的和旧的完全可以毫无违和的就在碰面 交融 对不对 对对 你从这边走过去走 从两家店面可以差距70年 嗯 是啊 就你刚刚说的 迪化街在当年是台湾 地下金融 可以这么说啦 地下金融 重镇 期货重镇 期货重镇 以现在的概念来说是这样 对对对 南北货重镇 在那时候跟大陆没办法这么多什么农业往来的时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各这样的什么农产品什么这些东西在那边 它就是个集散地 它是个集散地对不对 所以从迪化街出来的厉害 嗯 对不对 好 所以在这个出这本书 你把它当作最后这个一个一个章节来做这些事情 我当然要问你一个地方 就是张晓峰的故居 永胜五号 永胜五号 屏东胜利新村 在屏东胜利新村 对 你是哪里人 我是彰化人 你是彰化人 对 好 屏东是在这个张晓峰当年的那个房子 嗯 住的 因为我现在住台中 嗯 所以台中有很多当年的画家 是 住的那种日式的平房 就是这种房子 对啊 好美 那种房子 欢迎你回到凡人节的异想世界 我们今天访问张庆林 他走访了台湾到汉里岛 一共有17家书店 嗯 那么他是一个读书人 走了17家书店 就是读书人 好吧 那你知道 走书店就算读书人 当然了 我还在定义好宽啊 没有 就是你看去饭店叫什么 叫食客 是是是 好好好 好吧我接受了 对不对 可以吗 好好可以可以 您说了算 你去了17个国家 算什么 旅行者 是吗 是吗 不要说旅行家 旅行者 对不对 你的好朋友苏义宏 一直不停在搞什么 邮轮之旅 邮轮之旅 他是什么 像邮轮达人 真的 人家不是在邮轮上 就是在前往邮轮路上 不是在路上 对不对 对 所以你这个书店 开始已经这样走完了 这样一个 一个叫张晓峰 的这个故居 对不对 你对张晓峰 他是在你什么年代出现的 我好小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我姐姐买了一本 那个张晓峰的成名作 就是地毯那一端 对 然后我小时候 很喜欢偷拿姐姐的书来看 人小的时候 不是都这样子吗 都觉得自己的东西很无聊 然后就会想要假成熟的去 你姐给你差几岁 两岁而已 那还好了 对 但你就会想 那他又比较早熟 他那时候也很喜欢假文青 就喜欢买一大堆那种文学的书 那我就会觉得 我好像也应该要来看一下 对对对对 对 那我就看了一下 双模作样的看一看 可是当时我真的有被触动 因为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怎么文学家的笔 可以把它形容的这么有味道 我当时第一次觉得文字的力量 就是除了诗词之外 我觉得我的散文有几个启蒙者 那张晓峰算是其中的一位 所以那个时候在屏东胜利新村 想要走访的时候 我就决定了一定要去永胜五号 就是等于是他写作的起点 永胜五号跟大家解释 为什么叫永胜五号 他的地址原本就叫永胜向五号 永胜向五 屏东市圣利新村永胜向五号 对对 那这个承接的人 也是个屏东在地的作家 他就沿用了这个名字 看直播的朋友 你可以看到 我在手上拿出来给你看到的 这样的一个照片 这就是他修复好以后 的那个那个那个 这个故居里的样子 是是是 我觉得他台湾那个年代 这些人住的房子 就都好像啊 都这样子呀 就是木头地板 木头窗 那样的 有的是有榻榻米 对他们是 因为那是日本日记时代 日本日记人的房子 留下来的 对 所以我说 我也是看到那个地方 然后外面就有一个 好大的一个庭院 是是 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有啦 只是可能 当然张晓峰和我们家 以前可能他父亲的军阶 稍微高一点点 对 所以他们就会有这样的 好 所以你到哪里面 你看到张晓峰留在那个地方是什么 他的故居 怎么有张晓峰的样子吗 其实跟以前的样子 当然是完全不同了 因为接手的这位老板 他把它修复的非常的 其实外表看起来是一个原来 就是张晓峰故居的样子 但里面其实是非常崭新的 他只是防鼓 他只是防鼓 因为你想想看 当时的 比如说像以前日志的宿舍 他外面那个原廊 当然已经经过风吹雨打 这么多年都已经残破了 他们等于是重新 没有起造 但是等于是整个重新的修复 变成很舒服 他是防以前的样子 那张晓峰以前的房间 其实是跟他的姐妹们一块住的 就是一个小小的房间 其实挤了好几个姐妹 一块住在里面的 一个人就占据一个小空间 但他自己有一张小书桌 那就是他写作的起点 那当然也不可能找到当时的书桌 所以主人就费尽心力的去找了一张 他认为 旧旧的 防鼓的 其实也没有很 也没有很旧 但是位子确切的落在 当初他的书桌的位置 他能够做的就是 妇科那个时候的原貌 所以你那边 这个拍的一张照片 就是在那个位置上的吗 对 因为主人很妙 他在那个张晓峰的书桌 你在直播当中可以看到这个照片 这样 这是詹七零 对 他把那个一叠稿纸 手写稿 因为以前都是用手写稿写作 对 他放了一叠稿纸在那边 那只要去的游客 进去的读者 你如果写满了那张稿纸 不用写满了 差不多500字 那店主人就会送你一张免费的明信片 我觉得你很适合穿白衣服 是啊 各位可以看到 在书里面有一张张晓峰坐在 他都在 仿张晓峰 你真的很跳动 突然间回到白衣服 文青 真的啊 我就看到照片 我就被你的话 就带到那个环境里面 其实根本就是因为 屏隆时代太热了 不要这样子 不要这样嘛 就觉得真的真的 你穿了白衣服之后 有种很特殊的一种气质 真的你很适合 谢谢 我觉得你以后都可以多穿白衣服 好 你相信我 接受建议 真的 可以多穿点白衣服 让白色会让你 感觉到你的整个人很轻 干干的 干干净净净的 那个清澈的 好好好 明天开始就穿白的 对 可以穿白衣服 很好 所以有时五号 这个张晓峰在那个年代当中 他们所看到的这样的环境 好 我们来调回来 说这个张晓峰走完之后 我们来回到 因为我住台中 台中的中央书局 对 哇 这个书局厉害了 是啊 因为他真的很有历史 而且其实他差一点就被拆了 是 对 如果说不是 后来的上线人文基金会去接手的话 他真的就被拆掉了 因为毕竟他后来的功能已经没有了 最主要的你知道那个老城区后来是整个没落掉的 对 他在什么路上面 我忘了 你忘了 对 那个老城区院以前我们那边附近走动 所以我不会去寄 OK 我只会寄哪边有哪个corner 是哪个名产店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弧形的 对 一个弧形的建筑 是 对 一个半圆形的一个建筑 对 很漂亮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对 对 被拆 当时因为后来一会儿开婚纱店 一会儿开安全帽店 你可以想象那个楼下是一个安全帽 在那个地方 好像是楼上 楼下 安全帽店不会在楼上 安全帽店啦 然后婚纱店啦 而且安全帽店最喜欢开在三角窗上 他刚好就是个三角窗 对 对 对 你可以想象 然后现在被修复成一个 修复的过程 其实根据张信吴董事长 他在接受我访问的时候 他有提到 其实那是一个很艰难 埋下来是个艰难的决定 对 修复是一个折磨的过程 而且送给他70岁的太太 他说不是 他有跟我说那不算 欢迎回到范瑞姐的意想世界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导读台湾 我们的张庆龄主播 现在他出的第二本书 是 对不对 那第二本书 从第一本书的讲他自己的中年感言 然后到了第二本书谈到了要帮助台湾 17间书店给他们一种 从他的敏锐的眼光去给他们一种新的笔触跟生命 坦白讲我不敢说帮助 只是我觉得他们在台湾社会有这么多默默的努力的人 我们要让大家知道 你真的是排行老二的人这样讲就是帮助 你是詹信玲 你就是詹信玲 我现在不在主播台了 不重要 重要是你20年来 你做下的事情都留下这么多痕迹 我们小时候都看你的新闻长大 又来了 又来了 所以说你 我相信你去跟每一个书局的老板在讲这些事的时候 不是大家都很开心吗 大部分 对 有谁不开心的告诉我 没有没有 当然理念 我也有遇过巨房的 巨房 有一家也是巨房的 但是人家也觉得反正我就是一间社区的小书店 那我就不想要这么张扬 张扬 对 OK那你就没写了 当然人家又不愿意接受你的访问 你下一本书就写 被巨房的这几家书店 那些本书 没就一家 就一家吗 对 对 所以今天我们刚刚谈到了台中的这一家 中央书局 中央书局差点要被 就拆掉了 对 因为附近的商圈都没落了嘛 然后建筑本身坦白讲70年下来 该坏的坏 该塌的塌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我最近就是这几个月 我觉得这是命运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我刚好不停的被带到 在台中被修复好的老建筑里面去 是哦 好美美呆了 我昨天才去一个地方 在台中后火车站 你听这个名字就厉害了 叫做帝国唐厂 帝国 唐厂叫帝国 就当年的帝国呀 当年的帝国 日据时代的这个唐厂的办公室 那个日式的建筑 而且呢 修好了 修好了 我们现在营业 然后做展览 然后就搭建出一个这个现代化的餐厅 然后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在过去一段时间来了一个建商 台中有一个地方叫秋红谷 我知道 秋红谷就是被某大建商挖了一个大洞 一个天坑 一个大洞把土方都搬走了卖掉了 就留一个大洞 让市府来做这个擦屁股的动作 就把它盖成一个公园 在帝国唐厂的前面 也是同样一件事情 也是一个建商来挖了一个土方 留一个大洞 然后呢 现在变成一个美丽的人工湖 湖上有步道 有小桥流水 被你讲到觉得好像要去台中一游 对真的 然后那个唐厂 在一个旧旧的建筑当中 里面展了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 然后有一个餐厅 那个主人长得 那个女主人长得非常的有气质 优优雅雅的跟你在讲 我们这里的米 是长长的米 GI值很低 那所以吃了以后不会发胖 你可以多吃一个 好诱人哦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这里面什么样的 他讲来这样 说哦 那就来这边看我们这样的环境 来做这个事情 那你就可以做到 好多人在外面散步 是是是 看了湖光 没有山色 但是草地 重点是台中最有名的 即将开幕的 非常厉害的 outlet叫 Lalapore 就在这个唐厂的隔壁 50公尺 哇 怎么样 真的稀客 我最近常常被带到一个说 哦 那个饭仙 你来看看我们有个修复 怎么给你来看 哇 好美哦 所以你可以好好的帮台中做城市行销 好美 真的好美 你走进去觉得 我想说台北没有了 台北中山燕壤跟华山 修完之后 迪化街还留一些 可是迪化街是私人的 对 他不是国家的 是是 他不是政府的 不是公有的 来 中央书局 他原来历史上是什么地位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一群中部的知识精英 大概是在 其实是在日治时代的后期 对 他们就集结起来 当然他们希望有一些 为台湾人争取一些空间 自治的权利 然后就 还是政治目的 多少 但是也有文化传承的目的 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希望台湾多读书 都能懂 透过读书 对 透过知识的累积的方式 去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那后来就到了战后 那当然战后物资缺乏 所以据我所知 中央书局的建造 其实是有点旷日费时的 因为战后的物资是缺乏的 哪来的建材 所以他们其实都花了好长一段时间 好不容易建筑起来 它也成了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它是南北折冲的要道 所以就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窗口 在当时也的确有很多重要的人 所以现在这个信理基金会 这个张董 张信武当董事长 他就跟我说 他后来才晓得 当时成立这个中央书局的 那些中部知识精英 都是他小时候 在他们家常常出入 他叫谁 什么伯伯 谁叫什么 叔叔的人 后来因为他 承接了中央书局 再回头去爬书历史 才知道说原来那些都是大人物 当时因为在我的身边 所以我不会有那个感觉 因为就很习惯 每天都看到 而且小时候也不懂 他们在做什么事业 所以他现在觉得 在自己的 也是70岁的年纪 他因为因人忌讳去承接了 中央书局 仿佛 至少我啦 我是这样子跟他说 我认为这也是某种 明明当中的命中注定 被召唤 那是被召唤 对 而且这么多人可以召唤 为什么刚好召唤到你吗 就小时候看这个人 对对对 没错 对不对 所以这些人都已经都走到历史底了 再回来 那这个负责的这位 东海大学的教授 他为什么别人不找 他偏偏找上了你 而你又跟他有那样的渊源 因为张董其实很小的时候 就搬离台中 他已经搬到台北几十年了 对 又是回到家乡 是啊 又是重新摆个东西 落叶归根 对对对 然后你可以想象 他们这些老老的 一个走入历史的人 我觉得我可能也是老了 所以我现在听到这种故事 都特别感到 感觉对不对 有感应到对不对 对 所以他们有时候常常说 那个老张老长啊 虽然我们都已经到历史的 那个夜幕在历史公路里面 大家再聚会吧 所以晚上关了以后 那边就有一个聚会 搞不好是这样 很重要 又是在那个年代当中 我觉得 是不是 所以你看这个书店 那这个导读台湾 其实说实在这本书啊 是一个你如果对台湾的 这个书局 书店啊 这些有想法 或怎样就 你跟着张庆林啊 去做 然后还有一个被他骗的 于上宾啊 哈哈哈哈 被他忽悠去 对对对 每次都说要拍两个小时 就拍五个小时 拍五个小时 对不对 但他就是 他只是抱怨一下 对 其实他开心得很了 他开心得很了 就是看直播的朋友 可以看到 那个中央书店 长得这样 好美 嗯 真的很美 所以顺着这个 跟着张庆林的这本书呢 去走每个地方坐下来 然后你跟那个书店老板说 呃 张姐是我朋友 所以 看到他的书 我特别来拜访 保证书店老板一定 非常跟你非常的 立刻交心 其实啊 我觉得很重要 是这个副标题 嗯 就是啊 这是我写到一半的时候 就一定要有一个 这个书名的副标题 叫旅行时到书店 邂逅一本书 因为我希望大家 不只是 跟着去拍照 打卡 上传社群 而是真的到书店里面 静下心来 找一本那个时候 刚好适合你的书 当然 对逛的人有帮助 对店家来说 也增加他们的 营业额 当然 坐下来喝一杯咖啡 喝一杯茶 因为有的人没有卖咖啡嘛 但是所以希望 有的人真的很坚持 我就是一杯咖啡 我都不妥协 我旧书店 只能有书香 没有咖啡香 是 有的是这样子 没有错 没关系 反正 这个 在多元化的社会里面 我们大家都尊重 是 对不对 希望大家走进来读书 希望大家走进来逛一逛 看看这个历史的沉船 谢谢所有帮忙 把历史沉船下来 真的 谢谢 谢谢所有的书店老板 谢谢大家 好 我们今天进到这里 下一小时见 谢谢 拜拜 拜拜 我们下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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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个月